也有聊四季 天鹽的一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追上孟加阿倫 這場比賽是T90的白金聯賽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是馬來人 馬來人也是我們熟知的世界冠軍Viper Viper這次選擇馬來我覺得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馬來他在陸地的經濟的加成來說是比較普通一點的 但是他升級速度很快的關係 所以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產幾隻村民 也就算是他的經濟加成 馬來人擁有六折大象非常便宜 馬來人的步兵鎧甲也是免費贈送的 所以每升一個實彈步兵都會非常快速就可以成型 馬來人他也可以打強弩 也有拇指環跟三級的弓兵鎧甲 雖然馬鎧的部分沒有二級馬鎧三級馬鎧也沒有品種 但是他大象非常便宜 到了帝王時代的話也可以考慮做實用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孟佳人 孟佳人他的經濟特色是每升一個時代的時候 都會乘城中心生產兩個村民出來 這個村民的補陣可以追上馬來人的升級加速給予的這些村民數量 那孟佳人呢這個打法還算是比較偏向於團戰會比較有效一點 那團戰來說的話他可以當個發電機 他只要在城堡時代蓋三四十個城鎮中心 一升到帝王時代就會人口突然爆增八十人甚至一百人 那這個效果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我們就之後有機會再來講 那孟佳人呢他的大象比較特別 擁有抗招響能力還有額外減傷效果 點下派科技之後呢還可以增加20%的攻速加成 所以孟佳人還是比較適合打大象或是相攻路線 那麼他的騎兵單位呢只有輕騎兵可以使用 但是他的輕騎兵呢打這個戰毛兵有加二傷害的效果 所以即使遇到對方戰毛兵的時候 用肉碼還是比較適合一點的 那孟佳人的老頭也是特別厲害的 他的僧侶是有這個天生雙防三點的一個能力 所以他對於打這個貝勒生兵打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被擊殺掉 而且肉碼部分也可以多扛個一刀 這也是孟佳人的一個老頭一個優勢之處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長生之處 那長生之處的一個特點就是 一開始會擁有這個木牆跟要塞其實很像 但要塞是石牆而且還有劍塔跟城堡 那長生之處的話就是比較簡陋一點的版本 而且中間有大片的木須 那像這樣這張地圖看起來這次更近了一點 是在一個邊邊角角的位置 很快就可以遇到對方 一挖穿就可以從中間開始進攻了 那這樣地圖也很適合打塔弓的 像波蘭的塔弓公啊 或者是朝鮮的塔弓升級 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塔弓路線來說的話 西西的塔弓也算是不錯的 因為他的箭矢數量射得更多一點 總共言之 不管你要玩什麼文明 塔弓都是可以選擇的 剛剛只是說比較有優勢一點的文明 當然還有其他像是 什麼朝鮮之類的 韓國之類的 日本 什麼都一樣 日本啊 要講日本 那日本這個箭塔 需要到城堡時代點下銀貫 才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朝鮮啊波蘭之類的文明 可能會更好一點 對於一般人來說 當然以這些精銳玩家們來說 可能塔弓的文明就不限於這些文明了 因為以高端來說 他們只要覺得對方的地形不好 只要有塔弓可以藏到一些甜頭的話 他們會願意去嘗試做塔弓這件事情 好 那目前看到 VIPER已經點下了一級農一級木 這邊是打一個純農路線的 然後這邊是沒有出任何的冰種 連這個軍也沒有下 可是先撒農田 那孟佳人呢 這邊是打一個23加2P的一個直程方式 那23加2算是一個 滿極限深城堡時代的打法 但這個打法的話 優點是喔 不太會被塔弓給騷擾到 因為塔弓過來的時候 通常喔 你升到封建時代的時候 對方第一根塔 已經快要建立好了 那你蓋好這個 這個刺激跟兵工廠的時候 對方才剛蓋第一個塔 那你只要稍微微一下 或是蓋一根塔跟他對射 基本上是能擋下來的 所以23加2P這個打法 算是可以即時守住塔弓的一個方法 那升到這個城堡時代之後 孟佳人就可以選擇出他的工程戰像 或是出一些肉馬 或是投石車 去解掉這個塔弓的一個烈士 或是直接挖出一棟城堡 都是一個選擇 但是這個城堡部分如果被塔弓的話 這邊可能會很難受 那Viper這邊是沒有打算 要來打塔弓路線的 打一個正常封建上時代 然後可以預防對方塔弓的一個打法 那他的打法也算是很正常 也沒有什麼太大特別之處 那這邊應該是不會先按肉馬 會先等一下這個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去按這個肉馬 好那孟佳人這邊已經順利 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也點下了一擊伐木 那馬來這邊呢 升級時代很快速 只差了大概 40秒左右 45秒左右的時間而已 好兩邊路馬 互相跑來跑去 好那目前看到村民 Viper拉了一村過來 這邊是要搞什麼事嗎 還是要野軍營 還是要演工程器 打針頭戰術呢 喔打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然後後方是沒有出騎士 而是肉馬繼續出的 然後馬來這邊是馬上補下了城鎮中心 還有自己的二級伐木 打一個算是經濟正常開局的打法 但是也不忘記喔 工程的一個打法 好這邊肉馬終於解掉了 剛才這隻赤猴 那現在Viper有三隻赤猴狀況下 孟加拉人不太容易能 再繼續撿生物了 但還好 孟加拉人遇到頭側的打法 還可以點下475 這個救贖思想 就可以招搶對方的工程器 投石側也可以遠距離招搶 所以馬來這邊打頭側的話 可能要稍微評估一下 要不要一直連續打 或是要及時把這個城鎮中心拆掉 然後或者是用肉馬去解掉對方的老頭 才有可能繼續延續這波風刺 好那孟加拉人馬上就點下了救贖思想 看到頭石側還是要這樣打 肉馬能解到老頭嗎 哎喲解到一隻 好這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頭石側遇到救贖思想該怎麼打 就只能這樣打 頭石側一定會被招嘛 那你只能用肉馬去解 能解到一隻老頭就算了 但是不能太過於投資這件打法 因為這個打法 那對方的老頭數量異多 甚至點下這個神聖思想之後 血量變成45滴血了 頭石側一發可能就打不死了 而且肉馬的部分呢 也要砍三刀才能砍得死 那森旅的部分呢 他孟加是有天生雙三綁 所以可能要砍到四刀 才有可能砍得死 OK神聖思想這邊已經點下了 這邊是沒有假算要繼續用頭車進攻了 有點到 算是點到為止 並沒有繼續想要嘗試突破 反而是經濟喔 開始轉農起來了 3TC開農 然後還補下了一個市集 準備要來經濟調節一下 生物的部分則是先撿到了第一個 那現在孟加這邊 可能就要趕快出去撿這個生物喔 但這邊老頭想要招翔沒有招到 想要直接招外面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把刀Delete掉 有 房子也要低嗎 還是要送他了 看到這邊招翔建築喔 稍微補充一下 這邊看一下肉馬 肉馬這邊上前硬砍 但是要砍到四刀才砍死一隻 結果肉馬還是被戳掉兩隻 但是換掉兩個老頭還不錯 那在下一次改版喔 這個山脈王室的改版之後呢 老頭喔 這個單位喔 招翔建築物之後 不能延續喔 去轉換到單位身上了 就會重新再招翔一次喔 所以這個讓招翔的過程呢 變得更困難一點喔 也先可以直接招建築物喔 然後再瞬間招對方的單位喔 那再來新的版本之後就不行了 那老頭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新增一條能 算是NRF一個能力喔 就是如果你要用老頭去干擾對方村民工作的話 一定要招翔一秒左右喔 他才會被影響到 才會往回走喔 所以這個部分喔 算是一些高端們喔 會比較有影響一點喔 好 那目前看到孟加拉人這邊轉出了戰車 那Viper這邊會繼續打他的步兵單位嗎 還是要來轉這個馬來的大象呢 那馬來的大象有一點是很特別喔 他是世界帝國裡面喔 唯一一個有異端邪書的這個科技的修道院大象文明喔 那異端邪書的這個能力呢 就是被招翔的單位會立即死亡喔 那所有的大象文明喔 基本上都沒有這個科技喔 是因為不想要讓這個大象過太強喔 但是馬來這個大象喔 有這個折扣的優勢喔 而且還有異端邪書的 這個抵禦對方老頭的打法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在於實戰來說 會把老頭當主力的文明喔 其實很少 如果你是什麼波西米亞 或是阿茲特克之類的 才有可能當主力喔 所以馬來這個異端邪書的能力喔 其實算是堪用的 實戰手動的話 比較少會點出來 好 那目前看到孟家人這邊是已經 產出了裝甲戰相 準備要來攻城了 後方轉出的是戰車 那戰車這個單位喔 要進行切換其實蠻麻煩的 而且他很害怕這個戰毛兵喔 不管是近戰模式或是遠戰模式 都會吃到戰毛兵的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這個大象 唉唷 後面想要頂一下嗎 好 這裡有一台頭子車防守 好 那馬來這邊 普雷跟劍塔 開始騷擾上方的 挖木頭的地區 好 那這時候 孟家人開始往左邊 開始拔木 左邊的部分呢 則是有頭子車在這邊騷擾 結果 自己的弱馬 跟頭子車都被解決掉了 那馬來這邊 已經開始用弓兵 開始出去壓制對手 但這邊 孟家人也轉出了一台頭石車 但是這邊生時代來說 是孟家人這邊領先喔 那孟家人 由於生時代會獲得兩吋的效果 如果孟家人這時候 還想要再去攀科 攀經濟的話 可以再補一個城鎮中心喔 那研發完之後呢 城鎮中心喔 每一個就會產生兩個 所以現在四個城鎮中心的話 就是八吋喔 直接給多八吋 讓孟家人喔 可以更早到達150吋 甚至讓自己經濟到最好 然後馬上 馬上可以點下所有的科技喔 那MIPA這邊則是 3TC正常開農 但是打得有點偏軍事喔 沒有再繼續開農下去喔 那馬來這邊 上面還有生物還沒有撿喔 VIPA這邊生物撿了第三個 已經在路上 第四個也在上方 那以生物優勢來說的話 VIPA這場的贏面喔 會大幅提升一些喔 那孟家這邊反而是 只有拿到一個生物而已喔 這就有點危險喔 因為這張地圖跟阿拉伯其實很像 就是野精的部分挖完喔 就是也就會沒有黃金喔 所以沒有黃金之後呢 孟家人就會特別難打 他只能打這個肉馬 還有這個戰毛兵的部分喔 就是很基本的 垃圾兵喔 那槍兵的部分 還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就會顯得弱了一些喔 那馬來這邊現在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就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這時候VIPA並沒有打算要來點步兵單位 孟家人 孟家人這邊已經點下了戰毛兵的三級 還有三級獸 那邊打的一個都是偏防守的開局方式喔 這邊戰車到了後方 這邊VIPA直接把村民全部收村 但這邊想要直接進去 當無三櫃開門 哎呀 直接溜了進來 這更慘喔 哇 直接幫對手開門 這邊戰車直接溜了進來 直接變近戰模式開扁 但下方的弓兵也是殺到了 孟家人一些村民 但是村民差距現在是104村 對上133村 村民差距約為30村左右 好 戰車這邊騷擾 確實做到了一些事情 但是正面的城堡能夠守住嗎 現在巨型偷使機來到了第四台 偷使車部分可以稍微擋一下 對方的戰毛兵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巨頭化就沒有辦法了 好 家裡的戰車問題終於被解掉 這時候孟家人點下了化學的升級 還有弓兵鎧甲 萊姆這波弓兵喔 也沒有馬上點上強弩喔 目前要打什麼 他並沒有表態出來 而是先用成功成器去試探對手 看會轉出什麼兵種來喔 那孟家人遇到這個投石車啊 或者是戰毛兵的部分 轉肉馬的可能性是偏高的 那買來這邊的話 也可以考慮轉槍兵 爪刀勇士或是強制增兵喔 不用錢的雙手劍兵 這是可以考慮的 好 這邊左邊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想要來封鎖住左邊的區域 好 左邊看到一個高地堡 這邊只能被迫回頭反擊 那這邊互打誰會有優勢呢 看起來都是賊虧 好 白河在左邊也開始建立新的城堡 右邊的部分孟家人開始轉出了相公啊 那相公的部分還是會很害怕對方戰毛兵 所以暫時來說 不過孟家人相公成形之前 還是要去想辦法 抵抗馬來的戰毛兵 好 這邊戰毛打到最後 是由MIPER這邊 剩下兩隻 但是最後應該還是會被孟家人的 戰毛全部收光 哇 這波收光 蠻賺的 好 那經濟的部分 看起來孟家人還是有一定的領先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孟家人這邊拿下 許多的勝利 石料MIPER只贏了一點點 村民差距真的是蠻嚴重的 會經濟落後很誇張 這個面表上一看就知道了 那來看一下這邊戰毛兵 打大象多痛 哇 戰毛兵打這個大象 血量掉的很快 只剩60幾滴血 那孟家人的相公打法 主要是要搭配相公之外 還有肉馬 那充測的部分也可以考慮 不是充測 這個工程戰象 他們的共通點 都是可以用老頭去補血的 連工程戰象也可以 所以孟家人的老頭 也會特別厲害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可以馬上幫自己的工程戰象補血 相公的部分血量多了 也很容易把這個血量給拉了回來 這邊用戰毛兵 直接抵抗對方的孟家人戰毛 兩邊戰毛複打 那VIPER這邊已經轉出了 步兵的護衛技術 當然你覺得是要來打一些步兵 去反刺回去 那孟家人 他是有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所以直接出槍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劣勢 很容易就被這個相公給反擊回去 所以馬來這邊可以選擇 是這個爪刀勇士跟雙手劍兵 兩種選擇 會更適合一點 那相公的部分 可能就是用戰毛單純反擊回去 會更好一點 正面的部分 MIPER的城堡被打掉 孟家人這一波進攻有機會嗎 但是正面的戰毛兵數量實在是太多 MIPER在中間 轉出一些爪刀 開始往前衝進去 開始騷擾一下孟家裡的正面的經濟 但左邊的伐木器已經全部維持 應該還可以 問題就是城鎮中心這附近的農田了 海拉兩台巨型偷吸過來 正面部分使用戰毛兵去處理 對方戰毛還有相公 好 這時候馬來人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還有 裝甲步兵的升級 好 槍兵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槍兵打的 速度會不會很快呢 很痛 但是這個相公還沒升到精銳 但是MIPER這邊的爪刀勇士 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地上都是農民的屍體 看起來這一波打法 MIPER還是賺到了一些甜頭 稍微打擊了一下孟家人的這邊經濟 好 正面的巨型偷吸機 中午拆掉正面的城鎮中心了 馬來這邊升級長劍兵 孟家人這邊 這邊才能趕快轉出肉馬的部分 不然他會打得有點被動 現在只能稍微被反打回去 用這個巨型偷吸機 慢慢採取外圍的建築 只能這樣打冰冰角角的 推進能力時代不是非常優秀 但MIPER這邊也沒有想要直接大舉進攻 兩台巨型偷吸機也是在外側 沒有繼續往前拆外圍的建築物 好這時候大象繼續轉得出來 戰毛兵也是 黃劍部分還有1600 馬來這時候升級了雙手劍兵 那待會農田要再多灑一點囉 好這邊直接用戰毛兵往前壓制 那戰毛的數量來說是MIPER這邊領先 但這邊使用巨型偷吸機直接幫忙打這邊戰毛 戰毛直接死了一片 好孟家人終於點下了馬凱跟肉馬的升級喔 結果這邊有幾隻戰毛兵直接走了進來 不知道是哪裡有縫 應該是這裡喔 這裡有個洞的感覺 OK 戰毛兵少量在騷擾左邊的村民 正面的部分戰毛兵反擊回去 但是數量上來說還是沒有辦法往前推進喔 MIPER在中間捕著戰毛兵 一直都是有一個龐大的數量的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用自己的大象或戰毛繼續往前推進喔 只能用巨型偷吸機稍微反制回去 那馬來這時候轉出了火炮 火炮上前想要開打 但是這裡有個攻城戰項 這個裝甲戰項要是摸到一下的話就很危險喔 但是VIPER這邊正面的部分 又拉了更多戰毛兵進來騷擾 孟加拉人的正面伐木區喔 這裡最後一個生物要偷走嗎 有機會嗎 戰毛兵撿了就走 哎呀來不及回頭阿 這邊撿生物失敗了 馬來這時候補下了三級弓 孟加拉人則是點下了跑速 好結果巨型偷吸機的部分 已經要被火炮全部拆除的樣子了 哇火炮這邊拆得很開心 再來一發 能夠打得掉嗎 這毛兵直接解掉 哇戰毛 解巨頭 好那目前看到孟加拉人這邊 直接轉出了更多的相公回來防守 肉麻的部分也是開始升級上去 那肉類的部分有點缺乏 畢竟中間這裡大量的農田 直接被控住了 不能種田 後面要趕快轉出更多的農田 才可以應付自己出肉麻的肉量 好那Mipe在左邊呢 蓋下了許多新的建築物 兩個工程機製造所 跟五個軍營 準備要來從左側左右開攻開始進攻了 那現在路線是有分成三線 中線右線跟左線 三線進攻的話也是Vipe最熟悉的 一個自習式打法 對方打到多心喘不過氣啦 那就是他的叫 常用的一個獲勝手段 這也是非常難到達的一個路線 等下同時三面進攻 然後也要打到對方會受到傷的這個程度 其實是很困難的 雖然三線進攻人人都會 但是能不能做到有效的效果 這個經驗跟判斷 是一個有很大的差異的 那目前Vipe是打算要先用正面的部隊 吸引孟加蘭的正面部隊的眼球 這邊吸引到對方的眼球的話 側面攻擊就有機會可以搞到事囉 這邊蓋了一個哨戰 看一下前方的視野的問題 這邊終於有支援點一下精銳相公 還有派科技了 相公的部分終於要成形 馬來打相公的部分只有三種單位可以打 戰毛兵、投石車跟火炮 火炮的部分可能會比較優秀一點 因為手比較長 投石車的話可能互相傷害 這邊非常多大洛馬上前想要解掉巨型投石機 但是巨型投石機已經順利拿下 孟加蘭的後方城堡 正面的巨型投石機也在被反擊當中 但是雙手劍兵打這些洛馬的速度有點慢 並沒有辦法瞬間打完 因為數量太少 正面的大象 解掉了非常多的雙手劍兵 VIPER正面的大量巨頭 直接被解光 損失800黃金 揮爆 那馬來人這邊雙手劍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所以繼續用雙手劍兵去做交換 可能也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好 目前精銳相攻7加4 遠防8 好 亥克自己重新研發 剛剛城堡被打掉 所以沒有研發好 目前MIPER感覺是有點想要把這個聖物給撿下來 看可不可以趁亂撿到 現在是聖物爭奪戰 目前看到孟加阿倫點下了3級的農田 馬來這邊VIPER也是點下了3級農田 還有2級的挖金 手錘錘補下 終於把這些經濟給顧好了 那孟加阿倫這邊也是把3農3木給點下了 準備要來打一個大後期 後面老頭再蓄勢待發 看有機會就上去偷撿一下 目前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機會的 左邊的戰狼兵再次留進來 繼續騷擾伐木區的村民 正面部分 開始偷了幾台衝車 開始往左邊開始爆兵囉 好 這裡好像有機會可以撿這個聖物 完蛋囉 聖物要被撿走了 這時候孟加阿倫點下了大聖佛教 大聖佛教點下之後 這個村民跟老頭的 佔人口的空間會減少10% 所以說他現在孟加阿倫 有120村民就會減少12人口 這樣人口上限就會變多了 可以出更多的兵去反制敵人 或者是按更多的村民出來 增加自己的經濟 那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目前精銳攻防洞已經升完情況下 村民樹可以考慮只剩下120村左右 其實就差不多了 村民要不要補其實蠻無所謂的 這邊左邊本來是想要多線用肉碼去騷擾 結果發現自家的城堡被衝車開頂 瞬間把外太出征的這個肉碼 直接拉了回家 開始防守 這個城堡應該是要被守下來 肉碼這麼多的情況下 應該是解了一乾二淨 LAPP左邊的攻勢稍微被擋下來了 後方補了一個新的大石牆 開始防守 正面部分呢 用了更多的雙手劍兵 加上戰武兵 開始往前開授 想要多換點大象出來 但大象的數量越來越多 如果要讓相公的數量來到 60隻的話 或是50隻 就真的有點無解了 但是孟加拉人這邊現在黃金已經開始斷了 0黃金 那轉下了攻城戰象 還有鐘頭 還有三級攻的升級 那Viper這邊也是點下了 鐘頭的升級 想要來打這些大象了 那孟加拉人升鐘頭的話 主要是想要打這一坨的戰毛兵 只要戰毛能瞬間解決的話 他正面突進的一個問題 就會很難被抵抗起來 所以孟加拉人 只要轉出鐘頭 還有這個攻城戰象 基本上就可以繼續往前推進了 好 這一波肉馬想要包抄 但是這邊戰毛兵覺得自己跑不掉了 開始往前進攻大象 當然大象要兩發才能死一隻 傷害有點差 因為沒有太多的戰毛兵了 再說掉一隻就極限 OK 好 馬來這邊直接損失了所有的戰毛兵 正面的部分有點門戶大開 也沒有瞬間為死 但左邊這邊的槍兵加上衝車 給予孟加拉人左邊的城堡極大的傷害 這邊多線防守能夠守得下來嗎 正面的部分 Viper可能會被打進去 這邊大象衝進來的話會很難解 數量來到了35隻 後面還拖了5隻的工程大 工程戰象又過來了 肉馬在裡面打了一波 解掉了非常多的頭石車 頭石車也被打到 但是這一把頭車又砸到這些肉馬 這裡死了一片已經是頭石車砸的 好 工程戰象直接往前 這邊開路成功 欸 有點被擋回去喔 大象直接堵在這個門口 好 這時候 中頭在後面繼續輸出 肉馬要再想繞一下 這波進攻 孟加拉人很有機會 好 果然拉了一匹肉馬到了後方 中頭有點危險 哇 三台中頭可能要沒了 臨死之前要砸一下嗎 哇 這一波 BIPER該不會一波倒了吧 看起來 這個大象要短時間內解掉不太容易 這邊解法 至少就是轉槍兵跟戰毛兵 就能守下了 有點像槍兵打這個肉馬 不管是大象或工程戰象 傷害其實都是不錯的 戰毛兵的話一定要去守點 對方的大象才可以 後方再補了一個後方的防守城堡 好 再來BIPER左邊開始進攻進去 我也不管家裡啦 我左邊就是要衝 左邊如果能衝進去 傷到一些孟加拉人的經濟的話 BIPER就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但這部分要在這邊守下的話 才有機會喔 這邊守不下的話 就一切免談了 這邊拉了兩台巨頭 開始進行輸出 BIPER這邊黃金也開始要歸零了 但是裡面有五聖物的關係 黃金還在繼續量產 馬來這邊的肉量 來到了六千多肉 這邊趕快轉出大量的雙手劍兵喔 就可以了 雙手劍兵只需要肉而已 那下方的部分 雖然衝得進去喔 但這邊衝車也是成功頂掉了 左邊城堡還有城鎮中心 孟加拉人也是趕快產出更多肉碼 來進行防守 但把兵往左派的話 正面的兵力就會不夠 這也是BIPER想要看到的結果 但沒有想到BIPER這邊好像是守住囉 右邊這個城堡 有機會拿得下來嗎 還插幾下 左邊的部分 雙手劍兵直接扛住的前線 後方衝進去往前 但是終究抵不過對方落馬資源的速度 雙手劍兵全部倒下 正面部分也是補下更多雙手劍兵 還有戰毛兵 現在都是打一個垃圾兵大戰 好 麥克這邊繼續補充自己的主要軍力 戰毛來到33隻 這樣打對方的大象就會比較痛一點了 結果右邊城堡拿不上 打算要來正面進攻 正面的城堡 這邊轉換一個新的城堡攻打 有機會拿得下來嗎 非常多的肉碼直接往前 但是這邊有一些少許的槍兵在追逐肉碼 這邊相公第一時間解掉這些槍兵 槍兵解決掉就沒問題了 結果有一波的雙手劍兵直接上前衝鋒 後方大肉碼 後方的肉碼直接直擊後方的毛兵 但正面雙手劍兵 有機會拿下多一點的大象嗎 結果更多的肉碼補了上來 結果大象的相公數量減少到只剩20隻而已 正面的肉碼也是全部送光 這一波看起來Viper好像有點五五開 還沒有拿到決定性的勝利的感覺 但是孟佳人左邊也是在打一個多線進攻 Viper這邊還是有點岌岌可危 但他這邊反應很快速 直接在後面撒了更多的農田出來 進行轉農 不然中間這裡太多農田直接被打爆了 這邊本來想要開路但是被抓包 有機會開路開得過去嗎 左邊少量戰毛兵 配上大象開始進攻過來 Viper打算要來棄守這個左邊的戰鬥營地了 想要來從正面直接擊破對手 但孟佳人這邊經濟其實開始不太好了 支援都有點間諜 反正是Viper這邊支援量還是非常充足的狀況下 爬套這邊可能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轉一些農民出來 開始把自己的庫存穩定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肉用到很極限 等出了草藥治療 這時要來補一下大象血量 把所有的象弓存到這個大象裡面 等一下草藥治療的話就可以快速補血了 好這邊轉出了一些爪藥模式 開始要來進攻這邊的象弓 還有戰毛兵的部分 好這時候孟佳人的支援基本上都見頂了 33670的這個支援怎麼那麼糗 好馬來這邊支援量還非常充足 要慢慢磨死對手也沒問題 反正他有五聖物 有五聖物的男人 應該是十拿九穩 這個象弓還要手動控一下 稍微走位 左邊拿了一些肉麻 開始反擊回去 當然左邊這邊肉麻可能沒有事情可以做 冤獲方有非常多的城牆 這邊要打進去不太可能 把這麼多肉麻送到左邊 有點不太明智 好正面松手這邊 開始在到處亂拆 孟佳人這邊在投影波 戰力想要再往前 但是這邊先補一下大象的血量 好正面修了一些新的建築物 好直接拆除城鎮中心 塔塔這時候補下了非常多的肉麻 想要往前開始燒了後方村民 後面有洞嗎 看起來洞很多 這邊城堡數量也很多 好正面部分 戰毛兵第一次攻擊後方的大象 雙手劍兵跟槍兵直接防守了回去 這邊肉麻的騷擾 好戰毛兵繼續攻擊後方大象 後方大象血量掉的很快 正面上方的肉麻全部被槍兵 加上雙手劍兵給打掉 正面戰毛兵還在繼續輸出當中 哇這邊大象的數量已經不滿20隻了 這17 好但最後還是解掉了這一波的 BIP的正面燒了 這邊孟加亞人的肉麻也是少量撈到了後方 這邊部隊可能還要再去重新集結一次 或是要開始圍一些城牆 好防守一下正面 好但BIP這邊左邊 又爆出了一些步兵單位 開始往前壓制 現在孟加亞人防守有點疲憊了 但肉麻的騷擾還是沒有停止 三面都有肉麻 好這次帶來的東西是火炮 有火炮的話就可以在很遠的距離 開始對這些精銳相攻進行輸出 這裡是火炮 比頭子車的一個好的優點 但這邊好像防守有點失誤 肉麻直接包到了火炮的所在地 火炮這一時間被擠火 看來是不飽了 三台火炮瞬間被送光 BIP這裡顯得有點尷尬 但資源用來說 BIP的錢還是非常有錢的 2000多黃金 5000多肉 4000多的木材 孟加亞人這邊的資源量 只剩下1800的木材 加上200肉 賣了一大堆的木材 只換到少量的黃金 這裡看起來孟加亞人有點 有點 要被寵死了 看起來有點客難 賣了1000多木材 卻只有一點點的黃金 後方有少量的 劍兵有事 喔不是劍兵有事 雙手劍兵到後方燒了 工匯制度這邊直接補下 待會換黃金的一個 換黃金的效率就會好一點 這樣每一捆的木材跟肉 都可以換到17的黃金 當然BIP這邊的黃金 數量一直往上上升 這是源源不絕的 還不需要靠買賣 但BIPER這邊還是 點下了工匯制度 稍微補下自己的黃金缺陷 左邊的城門也是開始防守起來 怕這邊會被挖穿 但這邊孟加亞人 果然又挖了一條新路 不知道BIPER會不會注意到 哇有意識欸 直接補了一個少戰 馬上就要看到 有人要從左邊偷偷來囉 好拉了戰矛過去想要防守嗎 但戰矛想要防守這個 好像有點困難 可能會被頭死車給砸爛 好現在BIPER也不敢出兵 輕舉妄動 在觀察局勢當中 那孟加亞人 該不會是想要把BIPER的木區 全部砸光喔 當然不會BIPER沒有木頭 可以挖喔 也有可能 哇真的欸 還在繼續砸 就是不想要讓BIPER挖木頭 好這邊補一個城門 有機會嗎 可能來不及 這邊直接毒死 大量槍兵堵在這個路口 變成一個死胡同 後方可以撤退 但你的肉麻要撤嗎 這裡不撤退感覺會很虧喔 前面有很多的槍兵 跟雙手精兵在輸出 好下方部分 給我一少量的部隊 直接衝了過來 這裡也是直接正面為死 好相公過來救一下 好待會的黃金庫存 來到了2000 黃金還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孟加亞人 他有辦法可以反擊回去嗎 唉唷 這邊居然轉出了 重型奴砲啊 MIPER就是想用重型奴砲 解掉這些肉麻 跟大象嗎 那相公的部分 用奴砲來打 其實效果不是很明顯 因為大象並不是直直排列的 而是橫向排列的 用頭實測的話 效果其實會更好 但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MIPER 會怎麼使用他的奴砲 這一點也確實 我有點興趣喔 這個奴砲很少 可以在主要的 比賽中出現 因為他的實用性 其實不太好 但是用的人是MIPER 那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好左邊又有少量的部隊 開始往前推進 想要拆除這個城鎮中心 這裡也是相公過來救援一下 但相公的部分 沒有第一時間回擊 喔 現在開始回擊了 OK 這邊應該是人解的掉 正面的部隊 火炮採了更多出來 四台火炮 想要從後面抓掉 後面的工程器 這邊看到這麼多肉麻 VIPER也是有點害怕 開始往後走 正面又補了更多槍兵過來 來攔截正面的肉麻 正面肉麻 一口直接撞到了 VIPER的所有槍兵身上 這邊槍兵 堵口堵得非常漂亮 利用後方的火炮 加上 奴炮 加火炮的一個聯合牽制 把這些肉麻 打到只剩下 少量的 34隻 34隻也不能說上少量 但孟家人 現在有90片田 他隨時都可以爆出 大量的肉麻 好 但目前人口數來說 VIPER這邊是 比較少一點點了 孟家人這邊有大聖佛教的關係 但孟家人 並沒有繼續補更多村民的樣子 好 正面開始進攻 肉麻的話 開始扛出一些傷害 但目標還是後方的工程器 槍兵趕快往後回救一下 所以托斯基還要再繼續往前嗎 這邊奴炮射擊 看起來效果並不是很明顯 但首要目標 還是火炮跟巨型頭十九 才是孟家人的一個目標 好 正面部分使用大量的戰毛兵 開始進攻 戰毛兵的血量 掉得很快 但是大象也是 這邊下攻數量只剩下13隻了 這時候塔兜突然打出了GG 哇 這一場比賽打得有點久 但是後面 我們看到這個奴炮出來 基本上也沒看到什麼太多亮臉的成績的感覺 奴炮打這個肉麻跟大象 可能還是有點 不太給力 最終是用靠量大量的槍兵 戳死了大量的肉麻 解掉這個工程器的危機之後 Viper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雖然孟家人後面還有5000多肉可以繼續噴嘛 但是他覺得相攻數量可能低於15隻以下了 沒有辦法形成這個主戰力 可能就覺得自己沒希望 只能打出GG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馬來這邊木材拿到森林 孟家人這邊肉拿到了15000 黃金的部分則是19000 Viper 黃金產生的聖物是快要來到7000黃金 聖物的黃金量實在是太多了 後期甚至沒得打 那來看一下KD的部分 KD的部分是由塔塔這邊拿到1.25 他的戰損比是比較好的 因為肉麻一直擊殺到非常多的戰毛兵 Viper這邊的步兵一直被相攻所擊殺掉了 所以這個KD值看起來不是很漂亮 但是卻可以拿下比賽 所以這個遊戲中 其實你單位一直損失掉 只要你的損失掉的戰位 這個單位能做到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就也算是 不是很差的一件事情 KD值不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也要做到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就是我們為了 我們有一個時間內容 嗯 也有一個時間內容